然后我们来到室内 说说 这一集应该是我会分开来剪辑的 就专门说一下 我整个我的买房的经历 然后以及和经纪人CK 当然现在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 已经跨越生意了 真的跨越生意了 边喝茶边聊 我们就跟平时聊天一样 首先我这个房子很多人看了 就是我前两期节目有专门介绍 很多人都说非常划算 然后当时多少 74万 我记得有个零头 是你帮我讨价还价压下来的 74万8 然后抹掉零头 整其实是万满下 那么多大的房子 两万多尺的地 然后三百多尺的房子 一楼二楼 三千多尺 三百多方 新移民 美国的杜梁痕总是搞不清楚 我们都认识了这么久 然后这个房子你都已经买了 有几年了 快五年了 又五年了 16年买了 我这个房子买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就是 就很知道自己的目的 我想买什么样的 我要篮球场 我要大 然后其他的 如果游泳池那更好 没有嘛 也没关系 你说你的要求 我都记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我都每天都在 都在寻查那个网站 就记着这个事情 突然记着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我在国内 我在国内 我们是通过微信交流的 所以可以找到了 你照片这样发给我 对 然后呢 突然间呢 我就有一天呢 我就就是看到了你 基本上很百分之 没有一百了 就是百分之七八十了 看到这个房间 就是就是我知道你 你都还在睡觉 当时的时候 我就发到你 有时差 你的微信那里 然后呢 你就看到了 哇这个挺好的 这个房子 我记得当时那种 不是挺好的 是我觉得 哇这就是我要的 然后我就 直接订了机票 三天后的机票 直接飞过来 然后直接三天内 完成交易拿下 对 就这么简单 你是不是觉得 这样的客户没有遇到过 真的 就是基本上 就是有时候十个都没有一个 我跟你讲 震惊了 非常爽快 买房子跟买白菜似的 对 不是说有钱 就是果决啊 就是我想要什么 我自己很清楚 然后又遇到了 就是比较实在的经纪人 我为什么说 谁可以比较实在呢 当时对我的服务来说 可能我们不光是生意往来 就是也比较投缘吧 然后真的已经超出了一个地产经济的范围 朋友嘛 我们是朋友 那个我的驾照 就当时刚来 人生地部署 就是整个田表 森林驾照 然后包括连那个考题 考题啊 这些题目 题目啊 复习材料 对 都是谁可以给我 都供用给的 然后包括孩子 孩子学区 学区啊 就是田表啊 和学区去一些沟通 沟通啊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啊 真的英文各方面 真的是完全不行 说实话 我移民美国啊 就是移过来之前 我一次美国都没来过 你相信吗 我对 我对美国的了解 都是美剧啊 NBA啊 这些比较了解 成长的烦恼 有没有看过 那个Michael 成长的烦恼 那个美剧 我们小时候看的 然后 然后就 Michael Jordan 对Michael Jordan 对 然后有一种向往 然后就 飞奔来 然后多亏就遇到了 CK这样的 经纪人 然后成为朋友 然后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那个 甚至连考驾照也帮助了 我们孩子录学 然后 还有公卡 这些我都 设案号 对 对 因为和 当时设案号就是美国的那种 相当于一个 那种窗口单位嘛 他也不会配那个翻译什么的 都是谁可以陪我去的 还有买 买汽车啊 这种方向 对对对 我那也防车 防车 对 都 我都可以 当时我说找了很久啊 也是CK 就是 那个就完全不是那个 那个经济的范畴了啊 那个就是完全贴 贴日常的那个休息时间 陪我去的 这些都是朋友 能帮人就朋友 CK还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 他广东话也很好 英文也很好 然后普通话也不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特别是在 我们洛杉矶的华人群 对 现在在美国 现在就是中国人啊 广东人啊 非常多 如果是不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 那真的是 就是落后了 就是 有很多生意做不了 很多生意做不了 实在 你现在三种语言都好 然后就 面就 相对客户面就 也比较广 对对 因为现在 现在就是 也是多谢我的父母 以前就是交易 教育啊 就是这种教导 非常非常 不错了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说 回到家里 不能说英文 一定要说普通话和广东话 都是多谢我的父母 很感人的 这是我父亲就是在台山出生的 就是我母亲是在缅甸出生的 就是第二代移民 也算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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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存第二代 你的子女就可能中文 现在我的 我的儿子 两个儿子都是 也是跟他们说的 回到家里 一定要讲中文 不能讲英文 这个现在就是 就是我也是 我以前母亲父亲 教导有方 现在轮到我 我也要 教我的儿子 也是一模一样 回到来 一定要信念 CK两个儿子也是很棒的 已经有一个儿子 已经大学毕业了 是伯克利毕业的 小儿子还在读高中 然后对孩子的教育 也是抓得比较紧 当然他抓得紧 他是自己的方法 并没有像我们普通华人家庭一样 各种培训班 没有吧 没有 你主要是小的时候 基础 因为我呢 就是在美国 加州大学毕业的 就是知识 还就是很多东西 都还记得很清楚 都是亲力亲为 自己教 自己教自己 自己还懂那时候 自己还懂的 但是你现在 现在叫我回去 教我的儿子 那不可能的了 很多东西都忘了 原来是这么样 不上培训班 自己能教 自己能教 对对对 然后今天呢 我也是跟CK一起出这期节目 我主要目的是帮CK 把名片打出来 然后呢 今天不是广告 我是由心的祝福CK 也希望通过我 他能够做达成一些生意 那么我也不会收佣金 也不会收广告费 今天我就直接在视频里面说明 然后CK我们广告 把名片 这个就是我的名片 我们拍个特写 然后观众朋友呢 可以定格一下 截图一下 然后有需要的 可以直接联系 然后上面有没有微信 在后面 我给你看一下 微信也有 这个是微信二维码 如果微信二维码太小 少不到 反正先联系电话号码 发短信 加微信都可以 或者直接联系都可以 好 欢迎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买房子 比如说佣金 整个佣金的体系应该跟 就国内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里呢 就是买家呢 基本上不用付佣金的 OK 只有卖家付佣金的 跟国内不一样的 然后你挣的钱是从 我挣的钱就是 就是卖家的佣金分出来的 分给我的 买家不用给的 所以买房子是不要付佣金的 国内是所有的交易 全部都是买房出钱 交易费用 甚至连税费都要包括在内的 对 因为我刚刚出国 所以我知道国内的情况 国内也经常有房子的交易 所以美国这一点 还是非常棒的 我觉得 买的时候就比较那个 卖的时候就要付佣金了 对 当然的 对 那我卖反正也是找 找谁可以买 我不找别 真的 真的我美国最好的朋友 但我们不住在一起 离我家比较远 我们就就 平时来的少 谁可以讲 好 欢迎以后你啊 欢迎来我家啊 你反正到 我们那边去 你也随时到我们家玩 绝对